中文字幕——Y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今天是一个男人帮的阵容 来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走出情感困惑 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结婚三年了 两个人的工作都比较忙 其实我也看到他为我改变了很多 但是这也不成为他忽略我的理由 在平时生活中 我老公也不懂得浪漫 缺乏仪式感 其实我也只是想他对我体贴多一点而已 他这个人太强势了 脾气也比较暴躁 有时候原本想关心他 却操来他的训斥 不去问候呢 他又怪我不闻不问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黄先生30岁来自广东个体 女嘉宾黄女士29岁来自广东个体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三年 有孩子吗 还没 还没有 正在计划 正在计划 还没呢 还没呢 对啊 这么大的问题都没达成共识啊 其实呢 我觉得我妻子呢 太强势了 咋强势啊 脾气也比较暴躁 因为呢 有时候想去关心他的时候呢 却招来埋怨 他不理解你是吧 对对对 就是有时候不关心他呢 他又说我对他不问不问 所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是的 有时候还是挺温柔的 我感觉就好像一个母老虎一样 这个词在北方不要这么用啊 在你们南方用母老虎这个词对女生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凶了 他是怎么凶的咯 两年前嘛 买车的时候原本我都自己有车的嘛 就是他非要喜欢其他品牌就要我买多一辆车 我就觉得这样太浪费钱了嘛 何必再用一笔钱去买车呢 车只是用来代步而已啊 其实因为是我们要做生意嘛 那做生意本来就是应该要体面一点啊 那如果不买多一辆车的话 说真的有时候他需要用车 那我怎么办啊 那我自己坐公交车吗 那所以我觉得买多一台车只是为了方便 但是我没有用过他一分钱啊 都全部都是我自己的 哦 车买了 然后呢其实他也不怎么开车 就好像平常出去的时候啊 车也是方便嘛 他都自己很少开都是我开的 就好像那一次在广州出去南站的时候嘛 我一般都是走那个路线的 那我就不看导航了 那我就直接走了 然后走到那条路是塞车 他又埋怨我 是因为我那天赶着要出差 那本来我看着那个导航 本身那个导航就指引着 他走的那条路是塞车的 那我就叫他你不要走那条路 不如换过另外一条路吧 然后他不听啊 搞得我差一点就迟到 那你可以选择早一点出门了 那我为什么要早一点出门了 我可以时间刚刚好的呀 你就是没有计划好时间 为什么有导航不看 为什么一定要早一点呢 那科技是带给我们方便的 但是也要根据现实啊 现实就是科技带给我们方便 我看导航不行吗 可以可以 这就是有时候太现实了 就好像买包包一样 其实也有很多品牌啊 你为什么要选择 这些奢侈品这么高端呢 女孩子本身就应该有这些啊 但是你要很那样自己的状况嘛 本身在现在创业这个阶段 钱也赚不了太多 你还要买个几万块的包包 都等于我半年了 你赚不到不代表我赚不到 我只是我不告诉我 我的收入给你听而已啊 那你何必每一次都要篮围我呢 我什么时候篮围过你 我有嫁过你买吗 那你在朋友面前 有时候就说我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在现场里面我很难受啊 很难受那你就不要跟我一起出去啊 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主持人 行我问问啊 你们俩这钱是合在一起花呀 还是怎么着就家庭支出是怎么样的 分开的 分开的啊 水电费都是老公交的啊 那你啊 然后我是负责那些吃啊 然后停车费啊 停车场啊 违章啊等等的那些 那显然你的支出比他应该多一些啊 对 是吧 承认吧 稍微多一点而已啊 好多一点多一点 就是钱还是各管各的是吧 对啊 夫妻双方挣多少钱 彼此也不知道是吧 我知道他 但是他不知道你啊 那你给我们说说这个 你们俩谁挣的钱更多一些啊 我啊 大概多多少 我不懂得算数啊 但是就是我老公有有时候几万 那有时候我就十几二十万了 啊 我啊 这这差距还挺大的 也就是说他挣几万的时候 他就十几二十万了啊 算算账吧 两倍两到三倍左右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啊 一年的收入下来都是这样吗 还是只是指偶尔的举例 呃 一年吧 总之因为呃 我的项目比较多 啊 就是你的生意做的比他好 对 啊 这个刚才我上来就问 结婚几年 要不要孩子 其实两个人就出现冲突和矛盾了 你说想 想了 是吧 嗯 你说压根还没计划呢 是吧 这个没计划的原因是什么呀 是因为我觉得女人嘛 起码要有自己的事业 而且呢 因为要想 后代 那如果以后 后代可以 就是过得更加好的话 为什么我现在不努力一点呢 那他都说了 现在还是创业阶段嘛 赚的钱不多嘛 那还生什么孩子 自己都不够花 我想着就是 男人嘛 三十二历 现在父母还年轻嘛 就是他也说了 帮我搭一下 啊 现在家里面的事 基本谁说了算啊 都会商量的 都是他说了算 也不是啊 我有跟你商量的 你的商量都不是商量的 就好像有时候出去吃东西嘛 他问我吃什么 然后我就介绍他 吃米饭啊 然后他说米饭太胖了 有时候 然后就吃披萨 披萨太热气了 其实他心里都已经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我提出来只是给他辩驳 最终吃什么都是他自己决定的 不是这样子的 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够了解我 那其实他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辣的 但是呢 他不怎么喜欢吃辣 就硬塞我吃他喜欢的东西 啊 那最后到底是吃了披萨 还是吃了辣火锅呢 吃我的 啊 对 所以男生觉得 其实也不是什么商量 是吧 对 家里面的事基本你做主 你承认吗 大部分的其实很累的 那小部分他能做决定的是什么事 我很好奇啊 现在他都不会做决定 都是我来的了 所以 你会觉得 脸上无光 对 这男人在家里说什么话都不算 你说这个 是有点憋屈啊 对对对 开个车都得听他的 是吧 对 那你觉得他有什么大问题吗 我觉得我老公就是那种 不浪漫 缺乏仪式感的 因为12月份的时候 是我的生日嘛 然后呢 他问过我 你有没有想去哪个地方 然后呢 我就看着他 算了 还是不要了 省一点吧 然后呢 反而他兄弟生日 他把人家的生日 搞得好好看了 我那天的生日呢 就在家里面 很无聊啊 我问他 生日那天 我已经安排好了 去哪个饭 餐厅吃东西 然后夜晚就去哪个地方 去逛街 他说 哎呀 不用那么浪费了 然后我听了 他说 不用浪费 为我早想 你孩子说不要 就是要你究竟懂不懂 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啊 认识了我那么久 难道我什么性格 你不知道吗 那我接受的信息 都是这样子 你说不用 我就尊重你 我就不去啊 这叫做尊重啊 啊 这对啊 你说 你说不要了 当然我们就不去了 对吧 对啊 啊 因为 你让我们导航开车 我们没导航 你都生气了 对吧 对 我们要听太太的话 是不是这么想的 是啊 但是女孩子也有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反正比较复杂 比较难猜 你们俩谈了爱 谈了多久结的婚啊 一年 一年 谈了一年啊 小四年的时间也过来了啊 你一直强调说 这个男人不了解你 对吧 那他有什么好吗 他都有的 就是起码第一就是 对我比较专一一点呢 然后他有时候 对我也是挺好的 只不过是我自己 个人要求太高而已 哦 他对你怎么好啊 好像我每次出差回来 他都会去东站 或者是南站 有时候在机场会接我的 还有就是 有时候就是我 没有空陪我爸爸妈妈 吃饭的时候 或者是干嘛 一些家庭聚会 他都会代表我出席 而且还帮我原场 打原场 对啊 除了强势之外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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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字都会理解 不可能是 这点评论 监制 加密人 已经 junto了 集联系 又再来 别人 有审ि 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一个丈夫 她在家里 她拿不了任何主意 这是一种退化 这是一种麻木 再接下去就是一种冷心了 所以你在家里不但要做主意 有时候也要民主啊 我经常说 女人在家里 你过度的强势 有时候真的好景不长 就像你在外面忙 你的事业比她出色 但是回到家里 外面的酸甜苦辣 甚至自己的有一些成绩 和自己的丈夫分享 探讨 甚至倾诉 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尊重啊 她就是一种满足啊 她就有一种成就感啊 另外做一个机子的 多给丈夫一点面子 多给丈夫一点尊重 特别在你强势的时候 考虑一下丈夫的感受 好 谢谢伯鹏兄 谢谢老师 来 余老师 一般来讲 非常强势的人呢 往往其实不够自信 她通过强势 来去掌控一些局面 来获得安全感 在今天女方的表现 我看她不是强势 而更多的是自信 她收入高 工作也独立 她对你了如指掌 从来不担心你 但是她什么情况 你不是很了解 这就有一个风险 就是如果两人 关系再不好的话 她可能会觉得 你是不是不爱她了 是不是外面 可能还会有别的人 连孩子都不给自己生 我问一下男方 恋爱的时候 是你追的她吧 是 好 但是不是现在觉得 好像没有追到的感觉 对 正领了 妻子也是我的 但是发现 什么都是游离的 我抓不到 如果感情再恶劣下去 就有可能会觉得 你是不是真的不那么爱我 从这个场上来讲的话 她爱你远远比你爱她 爱得更多 其实你自信也没有关系 你收入高也没有关系 但是是夫妻 那意味着你所有的自信 军功章有她的另外一半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自豪 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 是双方的骄傲 所以现在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是两个人的事 那你要注意一下她的感受 所以呢 通过今天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 我觉得女方稍稍的 回归到家庭当中一点来 停下脚步 回头看看 那个一直爱着你的人 好不好 好 谢谢佑老师 来 曲总 你 因为你听惯了说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你去争辩也没有用 所以说你已经疏于去关注 她内心真正的想法 她跑得有点快 甚至于你都懒得去想 她挣多少钱呀 因为内心你对她是有信任的 你是爱她的 你觉得她挣再多钱 也不会有什么别的心眼 所以说你懒得去关注很多的细节 包括她需要在某些时间节点 要有仪式感的这种浪漫 你懒得去做 你甚至懒得去揣摩她的心思 我不相信你三年多的时间 你不了解她 她喜欢什么事情 说我们要不要去办一生意party 你心里知道她一定是想 所以她嘴上是说我不想 你了解她的 你追她那会儿 她肯定办了很多的类似这种仪式 她很开心的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不愿意去做呢 为什么 因为你疏于去做 而且你愿意给朋友办了一个很好的事 对呀 其实你是有这个心思的 但是没有用在她身上 这是她心里的不平衡 同时呢 她其实是很了解你 你挣再多的钱 我相信你也不会去乱花 也是为这个家庭去花 但你真正希望她做到哪一点 一定要跟她很充分地去商量 而不是通知 你也过于这懒 一种急躁的表现 也是懒的表现 为什么 你懒得去跟她去商量 去探讨 你懒得听她说话 说直接就这么做了吧 所以说你疏于对她的一个沟通 其实这方面就会显示出 你对她不够尊重 她会慢慢地 她就干脆得了 我就这样 你说了算吧 所以你们俩缺乏真正有效的沟通 所以说 尽快地坐下来 一起商量商量 我们中间出现的问题到底在哪 所以说调整了自己的这个目标 达成共同的目标之后 你们的很多矛盾都会解决的 所以说我不认为是强势与不强势的问题 一定是你们没有达成共同目标的问题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附老师 女人如果要是太弱了 弱到完全依赖男人 男人是不喜欢的 女人要是太强了 强到不需要男人 男人也是不喜欢的 所以原则上来说 应该是人格上独立 情感上依赖 那这个分寸怎么把握呢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你可以强势 没关系 有很多女人是母老虎 但是这一辈子都很幸福 关键在于 你也愿意把自己最脆弱 和你自己的短处 揭开来被对方看 这样的话 对方会感觉到一种 被信任和有价值 你看他在外面那么强 又怎么样 他只愿意把他最暗的那一面 展露给我看 只有我 才可以给他这种安全感和抚慰 于是他就会感觉到 我是被需要了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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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样 弱一点也没关系 没有必要说 男人一定比女人要能挣钱 没有这个世间的道理 在很多家庭生活当中 男人就是弱 但是弱没关系 最关键的是在于 当他把脆弱的那一面 展现给你看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要强 我虽然没能力挣钱 我也没能力养家 我工作上也不如你 但是我能抚慰你内心的短处和你的脆弱 你明白吗 明白 所以我说女强男弱 没有关系 很多阴盛阳衰的家庭过得很长远 但关键是在于 真正强的那个人 丝毫不吝惜展示自己的弱 表面上弱的人 其实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强 这才叫夫妻之间的取长不短 生活当中 我们每次在因为矛盾 或者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总会发现 夫妻呈现一种态势 就是一个此消彼长 你强了我就弱 你弱了我就强 这就是真正的夫妻过日子的相处之道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所以最后我们把四位老师的话 总结在一起 基本上面会达成一个什么呢 在夫妻生活当中 坦诚是最重要的 要让彼此知道 对方最需要的是什么 如果感受不到 说给他听 第二个是 夫妻之间其实没有强弱之分 不要让这个性别的东西 在这里面作祟 第三点 一段这个好的婚姻 是需要把所有的心打开 让对方感觉到的 第四点是说 在一个家庭当中 需要一个共同认知的目标 这个目标 其实今天已经摆在这儿了 其实是摆在这儿了 因为你看 经济上 你干你的 他干他的 个人经营 对吧 生活里需要 相互的温存和依赖感 这个都是需要的 现在不需要 因为工作填充得很满 慢慢你会发现 逐渐会需要这个东西 那下一步 还有什么共同目标呢 你们找嘛 这我想老师们都分析完了 所以我们把这四点 总结完了以后 供你们参考一下 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其实 刚刚老师讲完以后 其实我有反省过的 其实真正的强者 就是你 不是我 其实我不是什么强者 我只是比较关心你 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上 你是我的所有来的 所以其实 在平常生活中 发生什么事都好 我都体验着你了 但是呢 我之后呢 我会负起我男人的责任 在你身边 有什么问题 我都可以帮你解决 在之后的日子 我会改变我自己 在你身上付出更多 让你感受到 我才是真正的强者 还哭了 来吧 看记忆箱里有什么记忆吧 请开箱 我不开了 为啥 因为我对我老公太了解了 他应该不会变的 那你呢 我要看 好来 来 请关门 来吧 我们看这对夫妻的选择吧 来 请开门 来 就这么快 发现我正在 将爱来一点点说起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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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勇 上来 哦 来 男生那个盒子是什么呀 是我当初求婚的叶子 你怎么把求婚戒指给他放进去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最感觉到 幸福还有憧憬的那一刻来的 因为那一次的求婚是最有惊喜的 在我没有任何准备之下 他约了一大班的朋友 去到别墅里面去求婚的 所以其实还有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人永远是希望要的越来越多越好 如果他不顾家 你们俩天天闹 哪还有什么心思想着惊喜 所以有的时候知足也会常乐 慢慢来吧 我觉得不错 祝你们开心 谢谢 加油吧 来 请回吧 谢谢 接下来来看看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这个人太啰嗦了 对比起来我觉得我自己太女汉子了 平常遇上一些事他也没有男生那种很果断的感觉 然后反倒还怪我 说我太独立了 我工作太忙了 他说我们没有时间沟通啊什么的 然后很多事情我自己决定 然后他就觉得我可能不需要他什么的 所以我还挺彷徨的 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太太的工作太忙了 有时候回到家连聊个天的时间都没有 但我觉得两夫妻总该有个沟通的一个时间 这样的话他做什么事情都一个人决定 好像完完全全不需要我给意见啊或怎么样子的 但我觉得这样我是需要一种存在感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29岁来自广东销售 女嘉宾陈女士26岁来自广东设计师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今天好像妻子要来控诉丈夫是吧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可能比较啰嗦一点 但是我的出发点比较为他好 但是他总觉得我是要刷存在感 变成了我觉得好像 好像他不需要我感 但是我又好像要突出自己的要存在的那种感觉 我的性格比较女汉子嘛 然后他的性格比较啰嗦一点 然后有很多事情他会重复重复重复不断的说 然后而且我工作很忙 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没有时间跟他沟通啊什么的 然后我也是很矛盾 我觉得工作忙这是很正常啊 然后他就觉得可能两个人要更多时间待在一起才是正常的 他工作忙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会到家可能就已经很晚了 然后就倒头就睡了 基本上第二天一早又出去 可能几天下来我们基本上连说个话也说不上 就是渴望跟你交流嘛 太啰嗦了 他每天会说起码十遍以上 多喝开水 多穿衣服 每一天哦 然后我说好 我知道了 但是还是会不断重复不断重复 我的出发点是为他好 因为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吧 就像开车的时候 因为可能我的经验会比他多一点 那他可能相对家龄没有这么长 可能我会说一些很多细节 或者让他注意的地方 但是因为车里面就只有我跟他两个人 但是可能他没有任何的回应 就我看着他说 他连点个头都不会给我 但我就觉得你是听不到 还是关注着在开车 但我觉得你要给我一个回应 起码也算是尊重一下我 就是很烦啊 就我家里有养宠物嘛 然后他老是会说 我就只顾着玩跟他们玩 然后什么馋食啊 喂的都是他做的 然后我就觉得不是工作忙吗 我都没有时间 我不可能凌晨回到家 我还得喂还得馋食 然后就没有时间睡觉了 就是我角度可能会延伸的比较长远点 万一以后要小孩的情况下 那是不是他就丢下了什么都不管了 那难道喂哪 我可以喂吗 小孩跟这个不一样吧 除了这还有别的吗 就很多小时他管得很宽 就比如说吃的 然后他不爱吃辣的 我爱吃辣的 他可能会不让你吃辣的 然后我爱吃生冷的 什么日本料理那种啊什么的 他也会说不要去吃那个 我也不是说要求他不要吃 只是尽量少吃点 因为吃这么多辣或生冷的 对女生也不好 可能出发点就是为他好 但是可能我比较啰嗦一点 但是他有时候说话很直 就是他性格比较女汉子一点 但可能我心思可能稍微细腻一点 但是可能他有时候有些话就说的 我感觉就很不舒服 但是如果我要去强硬给他的 那两个就吵架了 但这样长久下去 我就觉得总该要协调一下这种 比如说他说什么话很不舒服呢 举个例子吧 就好像有一次我们去朋友KTV 但是他是签到的 那些朋友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俩 那很正常我来到之后 他们可能会主动样坐 就说你坐这边这边这样 挺好的朋友 对但是他就突然间说 为什么要坐在一起 那全场就突然安静了 那我也感觉突然间很尴尬了 那个只是开玩笑啊 就我平常是 我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 然后他是 我可能开一些玩笑 他可能 懂不懂那个点 他就会 板起个脸 就会 然后自己想他自己想的东西 就像女生要红啊那种 我就是不爱哄 我就觉得 我就开个玩笑 你要有必要这么认真吗 不是你们俩是怎么结的婚呢 我们两个认识很久了 然后本来就是朋友 可能有八九年了吧 本来就是朋友 然后一直都没有说 有什么要想在一起的 然后就 突然间 有一年可能大家都单身嘛 然后就聊天 然后聊着聊着 发现我们三观是合的 但是因为性格有些东西 本来我是急性子 他是慢性子 有些东西就是 需要磨合 我们就是 在这个磨合上面很尴尬 可以这样说 就可能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其实也没什么交集 但可能就 大家只是认识的朋友 但后来可能有 通过一些朋友的聚会啊 然后就熟悉了一下子 之后呢 可能聊上话题了 然后慢慢慢慢聊了 过程中聊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其实慢慢产生了一种 就情侣那种喜欢的感觉吧 慢慢后来就有意向的去 我是有意向的去 想发展下去的 然后慢慢慢慢 可能聊着之后呢 经过了一些很多事情 可能慢慢觉得 大家可以在一起 你们聊了多久结的婚 聊了应该有几个月吧 应该就在一起了 然后在一起之后 才慢慢后来 才考虑到结婚了 结婚多久嘛 结婚了应该 还不到一年 就还不到一年都这么冰冷了 就是可能性格上 他很直 说男性的 真的是女汉子 他可以所有东西 都一个人全部把控的 就是他其实是不需要你的 是吧 对感觉就好像不需要我 其实我做销售我也忙 但是可能我相对他来说没有这么忙 他可能有时候忙到凌晨 他回到家 非常累 跟我说 我很累 我现在会卸妆洗澡 然后洗完澡 他就进房间睡了 那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沟通的一个环境 哪怕你今天跟我说一下 你们恋爱期间也这样吗 恋爱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这么忙 其实也差不多 只是我觉得是因为角色不同了 对可能 他要求东西会多了 以前也一样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有时候 当我遇到这些 可能我比较 感觉上夫妻两个 他是男生 我是女生似的 但是我是觉得 有时候我想的可能会 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去尝试跟他谈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 很重很直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要吵架 但是我是不喜欢他 其实他也应该不喜欢吵架 来来来 我问问 你觉得他对你好吗 他是为我好的 但是就其实不用那么啰嗦 我知道 有些事情我知道 只是可能是 真的我觉得是 因为角色不同了 谈恋爱的时候 一直都这样子很正常 你们这样吧 你们每人跟我讲 三件你们俩共同经历的事 求婚咯 就是他求婚的时候 他演戏 求婚不算 那叫特殊时刻 我要的是生活时刻 平常我有时候工作 时间太长 就到凌晨的时候 他会不论多晚 他都会去接我 就是我没开车的话 他会去接我 你要开车了呢 开车了呢 他就在家等我 行 这算一件 接你下班 等你下班 一件 第二件 然后他做饭很难吃 但是他有学着去做 这太概念了 这不是一件事 就是他会有时候 一些小节日什么的 他会有点仪式感 就是我可能一回到家 然后就看到 他布置的那些东西 布置的什么东西 就比如圣诞节 他会放一颗小的圣诞 圣诞不算 那没有了 你看 一年的生活 行 这也说明问题 来 先生讲三件 其实他讲的 我有想到 但是如果你说 节日那些不算 咱们就讲日常生活 因为夫妻是生活在一起的 就是当两个人 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你突然那么说这些事 我相信是挺难的 但是我这个事 可没说是最浪漫的事 最难忘的事 对吧 我只是让你们 各说三件小事 那你们来反思一下 这个婚姻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性格问题吗 是因为女汉子吗 是因为男人啰嗦吗 好像不是吧 我特别想问问 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 两位这一年来 都在关注什么呀 听起来好 男生有付出 好 男生在学做饭 对吧 男生有仪式感 男生在等女生回家 男生会接女生回家 那么女生在做什么呢 我在赚钱 我在拼搏 好 接下来问 你们俩经济是 什么一个情况 你是全职先生 没有 我也有工作 你也有工作 他是比较稳定的 国企的工作 然后我是很 就是我的收入可能相对的是平稳的 就不是 谁高谁低 他高 谁管钱 他 应该他管钱 你的钱交吗 交 你没有权交吧 交一部分是吧 这房子是谁买的呀 目前这个房子是他原先有的 女方的房子 对 未来还打算再买房子吗 有打算 有打算 行 这个 下一步生活还有什么打算吗 如果解决了他的唠叨 解决了他的女汉子 你们还有什么打算吗 其实我们两个的 目前的目标 还是要 拼搏一下 努力点 积累一些 然后肯定以后 在我角度 可能要小孩的 要有这一步的 好 我觉得年轻拼搏 应该是应该的 就不要这么矫情 你们帮着分析分析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确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夫妻 男人最反感 老婆爹爹不休 但是女人呢 又最讨厌 男人沉默无语 但是你们家呢 恰恰相反 其实超传老师刚才 让你们说三件事 是一个测试 他测试的结果 很明白 婚姻生活 我们真的不怕 有点小争吵 真的不怕 有点小冲突 也不怕 有点小唠叨 最怕的 是有点小冷漠 有点小厌倦 三个事情都说不全 说明你们的生活当中 已经有了这一点冷淡 已经有了 这样的一点厌倦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生活当中我想 我们尊重对方 尊重对方的 我们存在的一些差异 特别是性格的差异 你去看待性格的 这样的一种态度 就是你对婚姻的态度 和对配偶的态度 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做到的 去修正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我想作为妻子的 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的改变 谢谢伯红兄 来 于老师 在外人看来 这对夫妻是阴盛阳衰 阴阳的关系 我想了想 大概有四种 第一种关系 任何事情都有阴阳 手心手背 白天晚上 上下男女 我们总是有对抗 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阴阳互赖关系 没有绝对的阳 也没有绝对的阴 这男人和女人 他要互赖 那么第三个呢 是什么呢 死消彼长 你们俩今天的状态 在你们磨合当中 也发生一变化 这边如果偏女汉子的话 那边可能就偏 柔性的多一些 可能会唠嘴的会多一些 磨合到一定程度呢 就变成第四种关系 就是阴阳转化 就慢慢真的变成了什么呢 就是阴盛阳衰了 那这里面我们发现 四种关系里面 你们俩第二个 依赖的关系 比较少 刚才主持人在问到 有三个生活场景的时候 你们说不出来 那就意味着 你们彼此依赖太少了 没有共同的生活 不管怎么样 性格 差异化 没有关系 在我看来 一个慢性的 一个急性子 那一个油门 一个刹车 你粗一点 他细一点 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 是互补的 但如果没有连接 这个互补就是一种分裂 是没有意义的 补不上 对吧 太遥远了 那么两个人最终 要分开 不管工作多忙 外面的事业多大 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家和万事行 如果最后家出了问题 你的事业 外面也不会让你 做得非常踏实 所以这里面呢 我希望女方 稍稍地把心 往回家 带一点 关注一点 而男人房里 实在是什么 少说两句 因为有的时候呢 你那种越要 其实越逼着他反感 一个温馨的家 让他搞得很烦 他反而不愿意回家了 好了 就分享这么多 好 谢谢余老师 来 许总 女生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事业重要 还是你的爱情重要 我会觉得爱情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年轻 肯定是要拼搏 所以 现阶段 你认为 事业是比爱情重要 对 那女生我再问你 那你觉得什么时间 事业就可以 弱一点 家庭最重要吗 起码稳定下来吧 有时间吗 三十岁以后吧 三十岁 那是几年 五六年 好 五六年 但如果五六年 你的事业 有所成就了 忽然发现这个爱情没了 家庭不在了 所以说其实 家庭跟事业呢 或者爱情跟事业呢 其实都有相同之处 都需要去经营 不是说你把事业放在一边 雇家庭 那个事业一定不会等你 对不对 这你是清楚的 反之一样是这样 你把家庭或爱情也放在那 你等着我啊 我先去忙事业 OK 这块 这爱情或家庭也是会消失的 你要意识到这种危机感 因为现在这种状况 其实 这种危机是一步一步 在向你走来 你只不过 浑然不知 如果它再不唠叨点 如果它不再把 你试图多 往家庭这边 拉一点时间和精力的话 你的爱情可能就没了 很危险的 那你笨的事业 红红火火 图什么呢 图的就是两个人的日子 也是幸幸福福的嘛 可是你突然发现 事业有了 但是家庭没了多悲哀 而两者都有 当然都是我们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恋人都希望的 但是有那么难吗 其实不难 尤其是在于一个 可以理解你的老公 就不太难 因为他还在 每天叙叙叨叨地说 你要念我们 还有个家庭 还有副情感 其实你这要体谅他的 好吗 继续你的唠叨 但是要找到一种方式 让他能够接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一年 快一年 我有一个细节 特别想问一下 就说那个去KTV啊 你先去 他后来 然后他就让你 坐他身边去对吧 就是等于他一来 然后就那些人 就全部像让开那样子 让他挤进来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样很尴尬 我就可能开玩笑 说不一定要做一起 他做那也可以啊 然后可能他就觉得说 好尴尬 你跟他结婚一年 你是他的爱人 你明明知道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想要什么 你在众人面前 为什么不给 这个只是开个玩笑啊 所以说啊 在你的自我感受 和他要什么比起来 你更在乎自我感受 其实坦率地来说 你把这一辈子去理一理 我们能够给对方的 其实不多 每次结婚的时候 都说 我把我这一辈子都送给你 我这一辈子 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 等等等等 其实你仔细理一理 你这辈子给对方的东西 其实给的并不多 你给不了什么 那为什么不在对方 最需要的一些位置上 更多地给对方一些 而自己也损失不来的时候 我们如果能够 遏制住自己的情绪 和自己的自私与贪念 能够充分地 让对方舒服一点 其实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 生活当中 我也是个念念道道的人 虽然在舞台上 我并不会太多的废话 但生活当中 我也是个喜欢念念道道的人 我也经常以一种 我自认为是比较好的方式 或者是对爱人 有作用 有帮助的一些方式 去说它 我以为 但事实上 你会看到对方不爽 对方不舒服 他还要去忍受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之间感觉 你这所有的一切 是没有价值的 那没有价值的东西 就没有必要持续下去 如果等到哪一天 你们彼此之间 知道对方心里想要什么 不需要对方开口 我马上就能应声 马上就能够做出 对方那些想要的东西 到那个时候 就会产生一丝丝的感动 我相信 在你们这一年的生活当中 也曾经有过偶尔的片刻 比如说 你刚刚摸上方向盘 他正准备开口 你就说 你又要开始唠叨了 这么瞬间 他就不会再唠叨下去 变成了两人相似的 晚而一笑 所以我觉得默契不够 是因为自己不愿意 妥协自己 自己不愿意为对方去着想 一年的时间还太多了 还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在需要多一点的时间的同时 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地想想 这个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真的 为对方做的东西都是有限 那既然是有限 那为什么不倾尽全力 好吧 多谢 好 谢谢陀老师 在这个家庭当中 家庭最真挚的内核是什么 就是这个情感内核是什么 我是觉得挺发 因为他一说那微信内容 我就会觉得特别发微 喝水了吗 你怎么会啊 表情啊 会有 好 知道了 这就把天聊死了 其实他发喝水了吗 在我的想法 我的理解里面是 我要跟你聊两句 我有点想你了 你看这个 昨天晚上也没见到 你卸了装也就睡了 早上又匆匆忙忙地走了 是吧 你们吃早饭吗 问个细节 是啊 谁做呀 买呀 在一起吃吗 不在一起吃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婚姻生活 我们用细节 不在一起吃早饭 晚上睡觉 卸了装也就睡去了 太累了 对吧 那啥时候说呢 白天沟通就是 喝水了吗 好 多穿衣服 好 这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 你居然要通过微信 来嘱咐他多穿衣服 我是觉得这个生活挺发微 但是我说的是我个人感受 不影响你们的感受 也许你们有你们相处的方式 最后就是综合老师的意见了 第一 既然结婚了 就请你们认真地为这段婚姻 做一些付出 第二 要做一些情感的有效沟通 这个沟通包括谈 包括一起出去玩 等等等等等等 不要把你们的情感的纽带 以所谓的事业发展为借口 都剪断了 第三 日子还长 要给彼此的耐心 学会尊重 为对方做一些改变 大概是老师们说的三点 你们想想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金融真情 60秒 各位老师的意见 其实 也跟我想法是有接近的 因为可能有时候 我们的一些沟通啊 或者是方式方法 可能 我也有一些 做得太过了 或者是 实在是太烦人 因为说实话 我是你 我可能觉得我自己烦 但可能有时候 有些东西 其实我 应该你是理解的 然后我们 可能在方式上面 稍微的改变一下 可能会 走得更远 明白 我可能 放多一点时间 在家里 然后 尽量接受一下 你的唠叨 不要太 不要太不耐心 然后 多顾及你的感受 时间到了 行了两位 开箱 来 请关门 我觉得如果你的婚姻也是这样 真的要提起注意了 所以今天先生来这儿是特别对的 就是这个婚姻 有一部分消沉的东西 先生其实是感受到的 他只是没说而语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一对宣布我们要 在一起的人 每天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是这样一种沟通方式 你想想是不是 还是有点让你心凉的 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来 来吧 来来来来来来来 男生放的是什么 女生先说一下 是电影票 就是那么久 从可能从一开始 然后 对 全部电影票 不是你们是做朋友的时候就一起看 还是做男女朋友的时候一起看的 朋友 然后到男女朋友吧 男生想告诉女生什么呢 就是给他一些 细节 因为有时候我会跟他说 今天我们看了这电影 一年后我们再看一下 好 看感觉会不会变了 你拿的是什么呀 就他放的是什么 他放的是我送给他的一个手链 这个手链是有特殊的意义 其实你看到很多一些吊嘴 但当时我送给他的只有三颗的 为什么我就想着有一些 因为会过很多节嘛 这些小节的时候 我送一颗有代表着 当时我们这段过程的一些 有意义的一个代表着 有一些东西的 然后把他 当时是说我把他圈满的时候 我们结婚 但是好像没圈满就结婚了 你还是要珍惜你这个老公啊 这么细腻啊 乐了 心里很笃定啊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我们这节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站在这边的吧 婚前也弱 结了婚也弱 实际现在女生都太强了是吧 显得男人好像很 很无力的感觉 来吧 其实不重要 主要幸福 管他是有力 谁无力呢 对不对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融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老公恋爱五年 结婚四年了 我们没有孩子 问题在我这儿 试管呢 做了七次都失败了 现在老公家人不满意我 要求我们离婚 老公本人也想离婚 现在一直在外面躲着不见我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做了七次的试管婴儿 相信你在这七次的试管婴儿当中 承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你拼了命地想要为他们家 生育一个孩子 但是他们却对你仍然不满意 那我倒觉得 不如你先对他们不满意吧 记住 女人一定不是生孩子的工具 祝你幸福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